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9月25日 瑞士小胜西班牙 周日凌晨 欧国联赛场继续友好戏上演 来自联赛阿组中必组的西班牙对阵瑞士 上半场文努尔阿简至头锤破门 西班牙机会寥寥 下半场佐迪艾巴报社班平比分 比列安波路建功 最终瑞士2比1击败西班牙 随着球证一声哨响 上半场比赛开始 12分钟 舒顿沙基利左路船中到禁区 基比利苏河头锤攻门高出 15分钟 西班牙反击机会 费兰托里斯右路禁区边缘内切的射门 被防守球员挡出 21分钟 瑞士左路脚球开到禁区内后点 文努尔阿简至高高跃起利压 防守分球到左路插上的佐迪艾巴近区窄角度爆射破门 西班牙1比1瑞士 58分钟 瑞士再次取得领先 左路脚球开出禁区前点文努尔阿简至顶向后点 门前比列安波路电射破门 瑞士将笔数改写成2比1 76分钟 西班牙中路获得罚球机会 随后烟利美兵奴主罚直接射门被挡出底线 90分钟 西班牙前场精彩配合 卡路士苏拿进区内得到射门机会 可惜被恩苏马神勇扑出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瑞士2比1立刻西班牙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